反正就各種騙我 然後都不出來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想說 我決定我要公開他這個行為 就是他投我錢 我就把全部對話 就是發到網路上 這就是我最後悔的時候 公審 這件事嚴重到我被告了 然後我們就 他告訴你什麼 回報 他說我回報 對 但他其實明明都已經承認了什麼 然後我們就 後面就開始打官司 打了三年 結束了嗎 結束了 對 就是現在才結束 所以我才說我很後悔 因為我覺得很累 至少開庭有六次吧 六七四以上 最後面是勝數了 當然是我贏 因為我其實就是他 他其實也有承認 他就是有做真實心的 我懂我的意思 他變得輸贏也不是重點 是那個折騰 對 我那三年 每一次去開庭的時候 我的那個心計 你知道嗎 就是會睡不著覺 然後或是收到那個 純正性寒的時候 我都覺得壓鍊打 好 下一題 我想問天心姐還有遠遠 好 就是你們有沒有曾經遇過什麼 危機沒有處理好 反而讓那個問題 是更嚴重 有 我的超可怕的 我從來沒有在節目上分享過 來了 因為很可怕 就是我曾經出國的時候 然後就被一個朋友偷錢包 偷錢包 對 而且那個錢包是新的 然後加上零了差不多五萬塊的錢 然後就整個被偷走 所以你滿確定是他偷的 沒有 我知道是他偷的時候 是後面就是已經 他偷了好幾次我的錢包 蛤 就是我的錢包 這麼好偷 不見三次以上了 就每個月會 就換新的就好 不是在同一個旅程裡面 那你也有問題吧 有這麼好會偷的錢包嗎 沒有 就是你換新的 你被偷了你就去換新的 你也不在乎這件事情 我很樂觀 我會覺得沒關係 就換一個錢包就好 對 我就覺得過了就算了 然後又再換 但我是被偷到差不多 就是你知道金額非常大了 然後加上你已經害怕 錢包要不見了 而且我到後面 都不敢用錢包了 就是我用一個信封袋 因為我真的很怕被偷 而且我那個朋友 超喜歡找我出國的 因為我都會 誰不喜歡 誰不喜歡 所以你知道這個人 手腳不乾淨 當然不知道 他的意思 他一開始不知道 三次後他才知道 那你怎麼發現 對 你怎麼發現 因為第四次我不敢用錢包 然後換了信封袋 對 對 對 結果他就來我家 就是 因為那個信封袋 是我工作完的錢 心織袋那種 然後我就回到家 然後就去上廁所 但是我那個時候已經 錢包就是不見到我很害怕 所以我會一直衝去我的包包 看我的錢包在不在 你知道會 會到有點那種很依心 被害妄想 結果 我一衝到我的包包 我那個心織袋竟然不見了 你才剛去 是回來就不見了 我一到家 我才去上個廁所 我一出來馬上就不見了 天啊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我的心織 我的袋子也可以不見 那當下你有直接問他了 不可能 怎麼可能 瘋狂找 在家 我想說到底掉到哪裡 因為那是一個袋子 我想說是不是剛才上來的時候 飛掉了什麼的 飛撞到 裡面到底是兩兩百塊 而且裡面也是差不多兩三萬 就是也是有換的 對 然後我就一直找 我就很慌張 因為我就覺得很可怕 感覺我以為我中邪了 就是因為我在那陣子的錢包 就是一直不見 所以我就覺得很可怕 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那個朋友 把他的包包倒出來說 不是他偷的 可是我根本從來沒有 壓根沒有懷疑過他 可是因為他這個行為 讓我覺得超級奇怪 因為我沒有懷疑他 然後還要倒出來 但他怪怪的 對 他要倒出來 很幸運 三百兩 而且他真相還有點水旺旺 他覺得我是不是要怪他 因為他說 他發現他好像每次他在的時候 我的錢包都會不見 所以 他自己說出這句話 對 他自己說出這句 然後我就 也是做賊心虛 對 他做賊心虛 但他又想證明不是他 可是後來 我發現那個信封袋在哪裡找到 你知道嗎 他很聰明 就是他故意把那個信封袋 揉成一團線 壓在我家的某個地方 他等一下走的時候就要打 但他沒有放在他身上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是 決定一定要在家裡找到 我才可以出門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那個信封袋 沒有找到 你自己找到的 對 就被揉 然後壓在一個包裹下面 反而被揉爛了 所以我就覺得毛 但是我發現的時候也不是這一次 因為你沒有證據 你那時候還不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快 因為他就沒有那個 就是最正確的證據 沒有正確的證據 對 然後後面是因為就是 反而他後來還有陸續偷 然後是因為有被監視器 把你拍到了 因為他真的太常偷了 在哪裡偷你的東西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是一個活動 然後活動就是我們二手拍什麼的 會賣東西 然後會有監視器 然後就被拍到 然後還用 那時候的就是二手拍 有很多粉絲來 對 他們就說他們親眼看到 他把我一疊錢就放在自己的口袋 然後重點是就走了 就是他就說要去忙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我最確定 他偷我錢的時候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想說 對 要處理了 對 就覺得要處理了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也該處理了吧 對 那時候已經是被偷了半年以後 才該處理了 不是 因為我不知道 女才觀念真的很特別 他沒有懷疑 他沒有直接的證據 對 他沒有懷疑 對 然後我就可能約那個女生出來講 可是他就是一直說他沒空 什麼的 對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也知道 我知道了 對 所以他就是後面就一直逃避 逃避你 就一直說什麼手機壞掉 他忘記密碼什麼的 反正就各種騙我 然後都不出來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想說 我決定我要公開他這個行為 就是他偷我錢的 反正中間有發生很多事情 就是可能我跟他問他話 或是問他們偷我錢 各種 我就把全部對話就是發到網路上 這就是我最後悔的時候 公審 對 因為我公審他 因為他為了就是想要證明自己的清白 所以他就一直攻擊我 所以我那個時候最後悔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發現 其實公審一個人 你自己會受傷 對 然後我就覺得我傷很重 你在PO之前 你有問過他 有沒有偷過你的東西嗎 沒有 他都已經全部都承認了 他全部承認 那你有那些對話 有 都有 就是我們都已經確定好 可是你承認為什麼還要 他已經承認你 為什麼還要公審 因為我有跟他說 如果你承認的話 沒有 因為他承認以後 但是他還是一直對外說我欺負他 喔 了解 他有給你錢嗎 有 他也把錢也匯給我了 但是他後來就是一直到處說 我生病了 什麼神經病之類 類似那種就是一直攻擊我 然後那個人也是在圈子裡 所以我就覺得 我現在慢慢回想起這則新聞 重點是他就告我了 這件事嚴重到我被告了 然後我們就 他說我回報 對 但他其實明明都已經承認了 然後我們就 後面就開始打官司 打了三年 結束了嗎 結束了嗎 對 就是現在才結束 所以我才說我很後悔 因為我覺得很累啊 至少開庭有六次吧 六七四以上 開庭你們彼此都有在場嗎 有 所以很可怕啊 你要跟他對直喔 對啊 那你的最後面是勝數了 當然是我贏啊 因為我其實就是他 他其實也有承認他 就是有做這件事情 對啊 我懂我的意思 他變得輸贏也不是重點 是那個折騰 對 我那三年 每一次去開庭的時候 我的那個心計 你知道嗎 就是會睡不著覺 然後或是收到那個 純正信函的時候 我都覺得壓鏈打 那給份落是不是 來 我自己都站起來了 沒有 很屌 這個還不夠辣 太辣了 不過最後是一個好的結局 我覺得就很棒 最後結局就是是我贏 可是對他應該是不好吧 我是說如果再重新一次 應該就是不會公升他 我應該會當作 其實 結果他還我錢然後就沒事 如果就重新一次的話 你應該不會跟他出國 嗨 大家好 我是舞痛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最少爺爺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號角翔起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米亞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你今天要求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十全十美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週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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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週年 祝三立新聞網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 就在這裡